AudioJungle 大家肯定都听说过了我们火急火了的准备了一大堆物资和救援人员干着要去帮助台湾同胞们结果台湾省政府拒绝了我们大陆的救援力量反而去迎接了日本人的救援可是日本人做的又怎么样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远在千里之外给台湾发了句祝辞别的就没有了远在千里之外写下了祝福的话语这个套路听着有点耳熟 这就好比姑娘生病了男朋友发了条短信多喝热水然而蔡英文却感恩戴德好像日本人真的起了很大作用一样实际上根据台湾记者的报道日本救援队到了之后什么事情都没干除了提供一个台湾奔来就有的一气外就只是干站在废墟外啥都不管就这样的救援蔡英文还感恩戴德 更气人的是日本人解决不了问题也就罢了空心菜跑去救灾的时候人还没救出来蔡英文就带着本来该救灾的军人大张旗鼓的试验席说真的 我心疼这些人民我不知道你们的政府和军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是如果是我们大陆的子弟弟想到我要保护的人还被埋在废墟下面早一分钟救援 他们就有一分生还的希望你却让我去吃宴席这个饭 我吃不下去更奇葩的是你说他们的一般军人不靠谱也就罢了特种兵也不靠谱台湾的海龙妈兵前一阵上了热搜台媒 1月24日报道台湾的陆军的精锐海龙妈兵 博卫严寒只穿短裤在金门地区进行训练等一下 等一下博卫严寒 我突然有个问题金门不是在厦门旁边吗 在厦门旁边北纬24度正常时候温度都有20多度怎么着就严寒了 福建最低温度14度就较严寒了 那要是打到上海岂不是基地作战哦 在北方每年冬天都有大爷大妈凿开和冰冬涌 不知这应该算作是什么水平 天顶星人 那零下27度还光榜子东迅的解放军都是绝地武士咯 海龙妈兵是台军最精锐的部队 可以理解为台湾的战狼或是海豹突击队要放到别的国家 那都得是魔鬼训练万中选一 比如要成为美国海豹突击队的一员 要完成长达27周训练在体能耐力 毅力生存能力挑战极限 还要取得跳伞潜水资格 然而这些所谓精锐的海龙妈兵是怎么挑选出来的呢 在常规训练之后只需再完成为期五天内容为单杠 让我起坐卧推 杠领 跑步 游泳的硬汉州就可以成为海龙妈兵了 呃 妈呀太残酷了有木有 再加上普拉提 瑜伽就赶上乌鸦上尉我的减肥塑行 计划了这样锻炼出来的军队战斗力有多强呢 2016年蔡英文检阅海龙妈兵演习的时候 为了彰显他们的战斗能力 把场地选在了游泳池里 在游泳池里阅兵 泳池里 我们台湾省的兵 真是不容易啊 在标准游泳池里 还要找到在惊涛海浪中搏斗的感觉 你们都是影帝级 别奥斯卡不发给你们 实在是可惜了 连普通士兵体能训练时 要求19分钟完成3000米 长跑官兵都经常玩不成 而且还说太操受不了了 我只想说在大陆17分钟跑完3000米 都只是女兵的标准 男兵要跑进14分钟那 为了防 只是兵训练中暑 他们还有一个安全体系 就是室外温度和相对湿度组成的危险系数一 但系数大于40就到达红色危险等级部队 要立即停止训练 不然部队主观 就要受到惩罚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台湾地区周围都是海年平均10度 长期在78%到85之间 也就是说 气温一超过32度训练 就要停止部队毁营房休息 而对于台湾来说 33度以上的高温 天气简直是比比皆是 按照这个标准 6 7 8 9月份台湾都是连续高温 炎热他们的军队一年里 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无法正常训练军队训练几个月 连营房都不用出 这种粗糙节奏 堪逼老大爷养生的军队 放眼世界 也找不到第二家了这些莫名其妙的 规定导致这些年里台湾的士兵战斗力下降的很厉害 没有血性没有战斗力被尊称为草莓兵 哼不得 动不得 晒不得这一点 台湾自己也不敢不承认 他们自己拍的军教片 也在讲他们电视剧的主 人工在70年代 还是像柯俊雄这样的硬汉 到80年代末 就变成了金城武 林志颖 任贤奇 这类的坏小子 乃有小生 而如今就剩下了一帮 除了嘴炮什么都耸的费心 相比之下 台湾省拒绝掉的我们大陆的军人们高出他们不值一个档次 位于热带雨林的委内瑞 拉有一个特种兵学校 是世界上最文明侠耳臭名昭著的军事训练学校 它成立于1985年 由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安保公司 美国黑水公司 成立这所学校 只招收各国最优秀的军人图 猎人学校每期的学员 可为万里挑一进学校的时候 就要签一个生死状学员淘汰率高 达74% 这所学校 被称为猎人学校 能从这儿毕业是每一个特种兵的梦想 还记得 2002年有一部叫《冲出亚马逊》的电影吗 它就是根据中国受训学员 在这里的真实经历改编的图 电影《冲出亚马逊》 1999年8月 我军某部的空降侦察兵中尉 护华国和王亚林 作为学员代表中国首次走出国门参加 猎人学校为期三个月的训练图 护华国和王亚林这期集训 共有30英零学员 分别来自中国、美国、意大利和委内瑞拉猎人学校 有个传统训练场 尚会升起受训学员所在国的国旗 如果该国学员被全部淘汰 则会进行降旗仪式 两位中国军人一到学校就互相鼓励是死也 要把五星红旗留住旗杆上 训练第一天凌晨特众兵们还在梦想中 叫官给他们的开训 礼物施瓦斯攻击 几时个人连衣服 都顾不上川 就争相往外跑很久之后 只要一提起瓦斯 护华国还会心有余忌徒 接受采访的护华国瓦斯 只是开胃小菜 随着学校的警报声 想起他们 必须立即奔赴60公里 外的雨林剿灭藏在那里的贩毒集团 对方是全副武装 真的贩毒集团配发给学员的也 全部是实弹 稍不留意 就要丢掉性命 在这样极限强度的训练下 两名美国学员和两名意大利学员在开训第一周 就因患病或受伤 而离开护华国的膝盖 因为在越野在炮中跌倒 而受伤在负重60公斤迫击炮的强行军途中 他再次受伤 只得被送往医院中国学 原只剩下王亚林 一个人了一个大雨的晚上一火蒙面暴徒 冲入教室 把王亚林在内的学员全部掳走他们 被捆上手脚 拉到了雨林身处的监狱 迎接他的是猎人学校最残酷的战俘训练图 战俘的水牢图 盗挂兽行 在接下来的几天到挂 鞭打 独蚊子王亚林经受了非人的折磨 只要他说一句 我放弃马上就能回家 但是他没有图 受训中的王亚林 与此同时医院中的护华国 也在要求返校训练腿伤 还未痊愈的他肩 迟回到了训练场 还自愿要求把落下的科目 全部补上 挺过战俘训练之后 王亚林也终于迎来了 最后一项考验四天四夜的荒岛生存 在生存训练期间 时务自己照连邪也要上 交1999年11月12日魔鬼训练 中道北生王亚林和护华国 是唯一坚持到最后的外籍学 原其中王亚林在38个训练科目中 取得了五项第一的成绩 在五星红旗下 北内瑞拉路军司令诺加斯少将 将荣誉军人的勋章班 发给了两名中国军人 他激动的说 美国人走了 意大利人也走了 我为中国军人强大的 毅力和勇气感到骄傲 除了军事素养过硬之外 更重要的是他们和台湾军人 不一样 他们愿意付出一切职位 保护人民群众的安全 始终把人民的利益 放在自己之上 哪里陷情 最重就顶在哪里 为的是能再多 就一个忠于之首 也有颊骨柔肠 这才是我心中最好的军队乌鸦上尉整理 编辑首发于微信公众号 乌鸦上尉 ID CAPTAIWUYA 如需转载 请后台留言 参考资料 直呼 如何评价安倍 就避震写汉字 发视频表示 日本会尽力给予支援中央通讯社 海龙蛙兵应汉州金门 登场挑战极限超级军事大本营三立新闻网